今次這個單位設計簡潔得來由大點高貴 原來都是一種很特別的設計風格 今天帶大家來旺角看一個426呎的單位 業主一來就有一個特別的要求 就是不希望一個這麼大路的風格 我們建議它用一個輕奢華的風格 業主還有提出它有很多衣服和鞋要擺放 另外這個單位它有一個最大的問題 就是廳有一個大陣 還有廳會過窄 廚房很小 看看是怎樣去解決這些問題 輕奢華的風格其實是用了簡約的設計作為基礎 用了金屬和雲石作為點綴 大顯出高雅的格調 電視機這一邊 我們用了意大利的藝術油漆 做了魚肚白的仿雲石紋特色長效果 上面我們用了一個拉絲金鋼做了一個沉板 讓屋主放一些飾物 我們和屋主一起選擇了這個仿古拍金鑽的麻石 作為一個電視機櫃的桌面 細心留意一下它有紋色的金屬效果 和整間屋的金屬一起呼應 原先的這個屋這個位置有一個很大的環樑 我們就用了一個斜身的假天花把它收拾了 如果大家有發現我們整間屋就用了這個暗藏天花的施領燈 可以令到天花的壓迫感沒有那麼大 還有我們用了兩條黑色的天花粒坑線設計 令這個飯廳和客廳的天花更加有連貫性 為了坑分這位 飯桌改用了摺疊式餐桌 飯廳旁邊有一個很大的鞋櫃 這個廳這個位置 其實我將它的廚房改為開放式廚房 用了一個很大的玻璃屏風去間隔 因為一進大門口之後 其實你第一眼就會看到這個位置 本身這個廳就不太闊落 如果我用這個玻璃屏風去做 就會令視覺的廳會變大了 屏風上面會有一個很大的圓形 其實我們就想用一個景框的設計 去突顯這個雲石牆的效果出來 而這個位置我們做了這個開放式廚房 我們拆了牆之後 我們用了牆身的位置 令桌面的位置多了 它就剛剛好 其實就可以放了一個砧板 正正因為拆牆的位置多了 我就可以為業主在這裡做多一個拉纜 我們用了一隻比較少見的藍色仿雲石牆 就和整間屋其他藍色的位置呼應 其實這隻藍色是我們特意為屋主去選擇的 搭配玫瑰金屬邊 就去做出這個輕奢華的風格 其實這個就和白葉的作用是一樣 但是我不喜歡白葉的效果 我就特意設計了這個位置 作為這個廁所的換氣位 廁所的長身用了雲石紋磚 所有的結局也都用了玫瑰金色 呼應全屋輕奢華風的設計 很多朋友其實都知道 如果有天花的玫瑰寶 其實很難會有初氣線 因為初氣線通常大了玫瑰寶的喉 但是這個位置 我特意做了一個風槽殼 去收藏玫瑰寶的喉 所以這個位置 如果有些朋友想玫瑰寶 和妻子一起做 可以參考這個做法 原本主人房的門口位置 就是這裡 但是業主想要一個大的衣櫃 我就把這個門口 就改到這個位置 房間亦都做了地台 方便儲物 屋主想要一張油壓床 可以在床下面儲物 但一般的油壓床 法力臂都在左右兩邊 而這張床本身有一部份在窗台上面 所以設計師選擇了 用法力臂在床中間的電動油壓床 梳妝桌用了雲石紋的膠板面 無論是衣櫃還是梳妝桌的暗抽位 都做了金色的不鏽鋼拉絲 配合全屋輕斜華風的風格 至於另一間房 暫時就用來做書房 書房這個位置 我就收了一個燙山板 如果燙山板拉出來之後 我做了一個沒有門的衣� 方便屋主拿衣服來燙 燙完之後 又可以方便地掛上去 方便屋主拿衣服來燙 燙完之後 又可以方便地掛上去 字幕字幕作為了解 编詞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